随着4G行动宽频上网 和各项科技应用越来越普及 这些都加速了智慧城市的实现脚步 经济部也推动了 经济部工业局也推动了 构建4G智慧宽频应用城市计划 希望打造智慧又便利的生活 伴手里垫挤满人潮 人手一盒凤梨酥 观光客就爱吃这一味 多旅行过程中 还得提着大包小包实在不方便 有业者看准伴手里商机 提供购物免字体服务 打造出新的智慧观光购物模式 下载我们这个APP 然后就是直接在上面选择 他想要的伴手里 那他直接选购完之后 他可以选择旅店提货 或者是机场提货 甚至说他连机场提货都不想提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帮他跨境配送 那就是可以省去他提行李的问题 串联全台知名伴手里业者 让旅客手机滑到哪就买到哪 经济部工业局持续推动构建4G 智慧宽屏应用程式 除了观光旅游 也有电信业者针对交通路况 提出解决方案 我们这个即时路况 就是每五分钟就更新一次 而且它的一个资讯 是原原本本 我们侦测到车子 实际上行走的旅行时间 还有那个我们的一个历史的资料 去做比较精准的一个判断 业者推出路况资讯APP 建制国武替代道路侦测系统 随着4G行动上网普及 政府透过补助计划 希望鼓励国内业者 结合地方政府 共同投入打造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 不仅是为了人民的生活 如果能够解决地方政府 它治理的相关的问题 那它的效益会更大 所以我们会有个机制 叫做地方出题 产业解题 很多国家它是 其实智慧城市做到 所谓的Proof of Concept 或者Proof of Service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做到 Proof of Business 结合科技运用发展创新服务 商业机制加速产业升级 政府企业携手合作 打造智慧城 要让民众生活更加便利 汽车黄复香环 陈婷宇台北报道